记者邱书与新北报道,位在树林区与尹哥区的道路R4项,附近居民抱怨路口沙石车过多,大小车汇集相当危险,新北市议员林金杰昨天进行会刊,对此,新北市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长陈建成表示,将与相关单位商讨,在下一个路口处的缺口调整小车能够转弯的宽度,进而达到分流效果。 由于R4项的出入口仅已陷到寒洞,林金杰表示,R4项内许多工厂林里,经常都有沙石车、大货车等行径,让在地居民骑车时非常小心。 另外,由英哥开往树林方向的驾驶,若要前往R4项只有内侧车道能够左转,但是却有中间车道驾驶直接违规转弯相当危险。 除了路口危险之外,林金杰说,R4项的路牌不显眼,容易让驾驶错开路线直接进入三婴二桥。 陈建成表示,民众若有这样问题,就会将告示牌进行调整。 陈建成说,目前由中正一路和三婴二桥下车的车流都相当顺畅,民众希望大小车能够分流,目前会和新建工程处、养护工程处商讨,在下一个路口处将缺口调整能够让小车行驶,而最大路口处的则是维持原状,进而达成分流。 中文字幕有点赞, nosotros彼此打入风格遇 habe,让课心感和流。 中文字幕有点赞,我们下车的转型账行动。